你看啥呢 你认识他呀 我是 当时一起去的一个伙计 当场身亡 月彩凤就突然疯了 听吕这么说 老薛好像为了报恩 假面之下 是一段 关于爱女承诺的往事 妈妈 谢大哥 雅晴保送大学了 你留下的钱该用了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你妈妈的事你就放心 这不还有我和你爸呢 我们家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幸福背后暗暂危机 你去尝尝雅晴 李李超拿着刀 出去了 住手 敬请期待 方圆巨阵 阳光下的泪痕 精编版第三集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各位好 这里是方圆巨阵 我是主持人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第三集故事 之前呢我们看到了梁善明啊 在上学的时候呢 有一个恋人叫阿峰 阿峰被人强奸之后 是不堪这份屈辱 选择了跳轨轻生 阿明 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也永远不会再见到我了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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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阿明 阿明 我杀了你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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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踏上了一条逃亡之路 如今 梁善明是改头换面 成为了谢东辉 谢东辉 谢东辉啊 做了收废品的工作 一边呢照顾着 患有亲人障碍的妻子阿凤 一边呢 抚养着今天高考的女儿 雅琴 她是身边人眼中的好丈夫 好父亲 而她的过去 却无人知晓 而此刻呢 警方正在老街上去寻找了 当年梁善明的一些线索 当谢东辉被询问时啊 她的闪烁其词 让警方有了一些怀疑 这一次真相揭桥 将给很多人带来狂风咒语 今天我们接着往下看 师傅 嗯 你说咱们是不是方向错了呀 你还别说 也许要真的是方向错了 第一期案子是 什么时间 二月二十一号 星期几 星期五 第二期呢 三月七号 星期几啊 也是星期五 最近这一期好像是在四月的三十号 是星期四 可是第二天就是劳几节假期啊 所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在外地工作 没错 找着这条线索去查 阿凤 阿凤 那哪儿呢 看 你喜欢吃哪个 这些都给你 伟祥 你怎么回来了 你回来得正好 我有事想找你聊聊 啥事啊 我想了想 我觉得 要不我们还是离婚吧 离婚 老婆 我知道这个以前是我不好 我 我该死 我不该赌博 我更不该打你 要不我把那个工作死了 我就专门照顾你和小宝 你看行吗 反正 这么多年 你是怎么对待我和小宝的 你心里最清楚 我觉得 你还是给我和小宝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吧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看我表现 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好吧 给 你拿去 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 你看 美霞 美霞 反正 该说的话 我都已经说完了 你欠的钱 你自己还吧 我没钱 没钱 没钱 疯子 你看啥呢 这是 阿善 你这是他呀 阿善 你这是他呀 阿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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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山 这哪里有阿山 咱们去找梅霞 梅霞 梅霞 找梅霞 梅霞 梅霞 好 收备品喽 有电脑 电视 洗衣机的没有 收备品喽 藏得够深的呀 老谢 你胡说什么 你不是梅霞霞啊 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不过你这么隐姓埋名地活着 这背后肯定有什么秘密吧 来来来 警察 谢东辉打人了 警察 谢东辉打人了 你也有怕的时候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离我老婆远点 叶美霞知道这事吗 你闺女现在越来越水灵了 混蛋 你给我滚 别想我 请留下 新鲜的杀猪 新鲜的蝦啊 老板 我刚买了这六斤虾 麻烦给我退下 来 什么要退呢 这 蛰 我希望人能帮你 这个虾不好吗 不新鲜吗 我想换成这个沙锥跟这个红昌 没有人像你这么买东西的呀 你直接告诉我 你要多少斤 我蹭给你不就完了吗 就除了刚刚这个退的 然后给我拿六斤这个沙锥 再拿两斤这个红昌 有那么难吗 我真的不会算 你直接告诉我你要多少吗 除了刚刚那个退的 我再贴一百块钱 来 走吧 走吧 你倒别出去买 我不做你生意了 我把钱推给你行了吧 怎么有你这样的人 还敢顾客手 我今天非得在这儿买 这样吧 你别生气 虾和鱼我各乘两斤给您 多了就当送你的 行吗 你倒是挺大方的 八斤虾 四斤沙锥 刚好一百二十四 太省了 兄弟 等等 兄弟 来 一点小心意 不 我不能要 谢谢 拿着 拿着吧 那谢谢你 谢什么呢 你刚才帮我解围了 我都没谢你呢 对了 看你的样子 过来乘你打工的 那太好了 我这里正缺个人 你脑子特别好死 我想让你过来一起帮忙 好吧 好 那太好了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风扇 风扇 好 来 走 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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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阿山 等一下 等一下 嫂子 你哥总是丢三落四了 你看 这身份账又没拿 阿山 时间赶不及了 快点 来了 多亏你细心啊 要不然我们证件 又忘记拿了 慢点开啊 别抢到 嫂子 你快回去吧 好 注意安全 早去早回啊 好 阿山啊 你给老航那边 打过电话了没有 打过了 老航那边说 咱们到之前 他们就会白海鲜 充好养 那太好了 这样子 我们过去就省了 很多时间了 是啊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要不然的话 我这边一个人也挺累的 所以啊 我要真心感谢 有你这个兄弟啊 哥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小心 阿峰啊 你听我跟你说啊 咱们得离开这儿 等这个雅婷考上大学 我们就得马上走 听到了吗 你大伙儿听话啊 大伙儿洗完了 你就回去睡觉 我去看雅婷 我去看雅婷 听见了吗 你也太过犯了 师傅在外面办案子 你坐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 什么情况啊 不是 师傅 我今天可没闲着啊 咱们的通缉告是一天 一上我接了七八个电话 都说自己看见了 嫌疑人 我出去走访了一圈 一个都不是 我这得也才刚回来才坐下 找这么个茶坊 我都快累没了 那师傅 你今天那边什么情况呀 我今天倒是有点收获 老秦的情况当然 做了一些了解 她跟月仔坊一样 都是内阁人 这零一年的时候 两个人一块儿到的海上 第二年 她们那姑娘谢亚晴 有点就出声了 再往前的一切字的 因为没有入住电脑 所以现在很难查 师傅 你说 这个老秦 他不缺胳膊 不小腿 怎么就找了一个风去做老婆呢 还是说 这个月彩凤的封闭是厚得的呀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已经在想这件事 在走访的时候啊 听林志们说 老秦好像为了报恩 报恩 对 喂 喂 是雅晴爸爸吗 你们家的雅晴啊 已经获得了学校的保送资格 被荆州一课大学录取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谢谢 谢谢何老师 我真的 我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感谢学校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不 谢谢 不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志 同志 你清醒吗 现在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你能回想一下厨师的过程吗 那辆车怎么了 驾驶员是谁 您认识吗 她怎么了 她已经死了 什么 同志 你别互动 你现在需要好好静养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方善 来 谢东辉 你好好休息吧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在出事以后 您爱人得知这个消息 她精神上受了刺激 好 阿凤 咱们走吧 东辉哥 怎么了 阿凤 阿凤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我推车去 小雅晴 小雅晴 阿凤 你看看孩子 雅晴真棒 谢大哥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雅晴保送大学了 你留下的钱 该用了 给孩子上学 一文字幕 跟孩子 你怎么能够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她的 不然 你怎么办 她的 她是 她是 她的 她是 她是 妈 妈这么晚还没回来 我们去找找她 走 妈 慢点 妈 慢点 爸 爸 你这么晚都没回家 我跟妈都要急死了 我没事 雅清啊 告你个好消息啊 钱的事我已经解决了 到时候 我跟你妈一块儿搬到荆州 然后我们一起去 跟你妈去治病 好 我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们 你胡想什么呀 你在我心里最重要 知道吗 阿凤 走 咱们回家了 咱家吧 回家啊 好 提醒你 你向她 咱们回家 我家在外交 要走 要走 我去走 带着雅星在这儿街上走 来来回回地走 还记得吗 现在我老喽 走不了吧 雅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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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恭喜你 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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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棒 欢迎 雅星 恭喜你 老谢 你真要的个好鸟 咱们这马铁窝也被出金凤凰了 我们都跟着张光了 谢谢你们 你这孩子真有出息 我就知道你看着你 老谢 回去好好夹几个菜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阿峰 今天是咱们家大喜的日子 雅晴 保松大学了 咱们庆祝庆祝啊 不玩 不玩了啊 快吃饭 吃饭啊 吃饭 雅晴 多吃点啊 你怎么了 怎么这么不高兴啊 爸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你原来都答应我了 怎么回事 变卦了 哎呦 帮你去啊 雅晴哥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哎 哎 我是不是 来的不是时候啊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哦 对了 这不是听说雅晴保松上大学了吗 哎呀 这可是大事啊 啊 我就觉得 是应该来庆祝庆祝 是 正好也沾沾喜气 好 谢谢谢谢 嗯 刚才正说这事了 保松大学了 挺好的事 现在才变卦了 不想上 哎 哎 你怎么这么傻呀雅晴 这多好的事啊 啊 啊 那全市都没几个 保松啊 啊 你傻了啊 啊 来 一块吃吧 哦 来来来 来 不用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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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没事 他可能就是 一时没想明白 等想明白了 他就去了 你也别担心了啊 冬辉哥 是 是是是是 我想得很明白 干 你就别惹你爸生气了 啊 吃饭吧 爸 我去了荆州上大学 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我妈的病什么肉质啊 不是哎 这种事 哎呀没事 你就去上大学嘛 上大学那可是 一辈子的大事 能改变人的命运的 你妈妈的事 你就放心 你去上大学 这不是还有 我和你爸呢嘛 我们再找找其他的 邻居好朋友 帮帮忙 你就放心地去上学吧 这事你就别管 对 我们家的事 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 哎 雅晴 雅晴 这孩子 这有点不懂事 您这 没事 不好意思啊 我 我确实管得有点多了 对了 我那超市 还有别的事 我我先 我先回去了 阿凤啊 你好好吃饭啊 到时候来我们店里玩 再见 米霞 你慢走啊 雅晴 雅晴 你说这孩子 阿凤 咱们吃饭啊 先不管他 他能 来 来 师父 小刘把摸牌结果 发给我来了 他们辖区呢 在外地 从事和油漆工相关的 一共有三人 但他们呢 常年都在外地 近半年都没有回来过 只有一个人在京主 倒是经常回来 但他不是油漆工 而是在颜料化工厂 颜料化工厂 对 这个化工厂呢 我查了一下 主要生产的是丙烯颜料 丙烯 这就对了 一般老百姓是分不出油漆 和丙烯的味道 两者非常接近的 没错 所以说这第三个受害人 闻到嫌疑人身上的味道 很有可能就是丙烯 这个人是谁 就是他 李迪超 好 联系技术部门 对他的手机进行定位 你到他们家盯着点 他一旦回来了 就跟住我们 只要他动手 把他给我拿下 是 好 来 东辉哥 我可终于找着你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刚刚 在家里头收拾东西的时候 在我们家床底下 发现了一包东西 好像是李迪超放的 你快看看吧 这 这 这什么意思这是 我现在怀疑 李迪超会不会就是 警察找的那个 猥亵妇女的流氓啊 我要不要报警啊 先别报警 你光凭这些东西 警察也不能判断 她是那个猥亵妇女流氓啊 那 而且她知道你报警 她还不报复你 她这种人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那我该怎么办 你先把这东西放回去 先别惊动的 再看看 放回去 对 好 那我放回去了啊 好 先别惊动啊 不能是咱打草惊蛇了吧 怎么可能呢 担心点 盯着 谢谢 什么情况啊 没 没 没什么 回去吧 啊 师傅 那和那边回信了 说那个谢东辉呢 原本是在当地做水产生意 01年的时候出门上货 路上呢货车爆胎 当时一起去的一个伙计 当场身亡 他命大活了下来 可奇怪的是 月彩凤就突然疯了 后来没过多久 他们两个就关了店 一起来到咱们海州 当时死了一个伙计 是啊 月彩凤却凤啊 是啊 怪就怪在这儿了 他们还给我发了一张 谢东辉原来的照片 照片还是模糊了点 但看轮廓啊 和现在区别还是挺大的 看来这个谢东辉 还挺有故事的 你慢看 你慢看 休息 你这儿要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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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了 你是跟那个谢东辉 商量好了要私奔是不是 你这儿要干吗 你这儿要干吗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的 我要跟你离婚 我同意了 我同意了 你耍什么无赖 我告诉你 反正 你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是吗 对 背后干的那些龌龊事 不光我知道了 警察也知道了 你还敢报警是吧 不用我报警 警察早就盯正你了 叶美侠 我知道是谁点的炮 你 这口恶气 我得出 我得让他生不如死 你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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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干什么 那不是叶美侠吗 看里头抄了没有啊 没有啊 继续盯着 快 快 快 阿童慧哥 雅 美侠 你怎么了 雅芹回来了吗 没有啊 快 你去找找雅芹 李丽肠拿着刀 出去了 你帮我找看一下阿凤 好 我去找 好 东辉哥 你当心一点啊 我看她了 别说话了 要你投死你了 知道你是谁 你还是敢动我 我爸饶不了你 你干什么 不对啊 里面怎么这么安静啊 坏了 有后门 快点 快点 来 快点 放开我 救命 过 过 放开我 救命 住手 我真找你呢 这 杀 爸 放开我吧 放开我吧 放开 放开我 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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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爸 不要打我吧 放 爸 爸 你别打我了 鸭琪 鸭琪 快跑 鸭琪 鸭琪 你别打我吧 你别过来 爸 你别打 爸救我 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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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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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爸 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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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去 走 快 上一院上一院 快走快走 快 老歇 老歇 来 向我来学 鸭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到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当年梁善明的逃亡时 在路上遇到了谢敦辉 一场车祸让谢敦辉意外离世了 梁善明就顶替他的身份 照顾着谢敦辉的妻子阿凤和孩子雅琴 也借此隐姓埋名生活至今 如今警方已经查到了 谢敦辉曾经出过车祸 铜车的伙计已经死亡了 而且他年轻的样貌和竹筋差别很大 而最奇怪的是 谢敦辉车祸之后安然无恙 但妻子阿凤却疯了 那个谢敦辉呢 01年的时候出门上货 路上货车爆胎 当时一起去的一个伙计当场身亡 可奇怪的是 月彩凤就突然疯了 他们还给我发了一张谢敦辉原来的照片 但看轮廓和现在区别还是挺大的 看来这个谢敦辉还挺有故事的 刑队长此刻大胆推断 恐怕谢敦辉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谢敦辉了 连环强奸案的犯队嫌疑人李狄超 终于是被警方抓获了 为了救雅琴 谢敦辉和叶美霞都受了伤 队长就收起了在有谢敦辉血系的纱布 那下一步就要通过血型的比对来印证谢敦辉他到底是谁 真相即将被揭晓 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结局 这里是方圆巨镇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 阿姨 我向您道歉 你妈妈也是个苦命的人 咱们苦命的人就在一块儿保团取暖吧 我要是举报算立功吗 举报谁啊 谢敦辉 DNM比赛结果出来 证明这个老谢啊 就是梁善明才能抓的呀 敦辉哥 我就是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能够跟她踏踏实实地过一位子 我想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 只要你需要我 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 两个样的知识存在美丝到底 这个谢敦辉就是梁善明 雅晴啊 我处理完事以后 我上荆州去看你 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 今后的路 就靠你自己走 老谢 你这姑娘 一看呢 就是一个善良孝顺的 可我认识这个孩子 就一点不孝顺 她叫梁善明